又有骗图利用假冒我国警方的网站 企图窃取公众的私人资料 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以免上当 警方发表文告说 骗图会向受害人发出截图 看起来像警方网站 截图内容指受害人观看和传播的材料 违反我国法律 因此会把他们的电脑锁上 他们必须提供信用卡资料来缴交罚款 警方说这些假网站其实是钓鱼网站 劝请公众不要提供任何个人或银行资料 另外警方也提醒公众 提防假的手机促销广告 不法之徒会在Facebook、Instagram和Carousel等 社交媒体刊登假的广告 声称银行同通讯商合作 推出手机促销活动 受害者一旦点击链接 就会去到假的银行网站 并要求受害人提供银行账号的登录密码 受害人在发现银行账户 有未经授权的转账后才经绝上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